親自將七萬多元的扇環轉交給賭南國小校長 鳳凰獅子惠師姐妹們特別來到賭南國小 要來關心兩個弱勢家庭 可愛的作品中看得出孩子的天真無邪 理性雙胞胎兄弟今年二月和媽媽一起騎車到平溪看天燈 回家途中不慎發生意外媽媽傷重不治 而同校另一個家庭周氏兄妹 爸爸年初突然皺視 家庭的經濟頓時失去依靠 一對是雙胞胎 那因為媽媽在平溪參觀天燈活動的時候 因為意外然後皺視這樣子 那因為這兩個小朋友是特殊生 一個有中度自閉症 另外一個是輕度自閉症的孩子 那目前就是因為媽媽是主要照顧者 那因為現在是媽媽忽然因為意外過世之後 然後現在就是爸爸這邊就是獨立的保養這樣子 那我們另外一個家庭是低收入戶的原住民小朋友 那因為家裡的主要經濟是原本是爸爸 那爸爸因為過年的時候 因為之前爸爸在工地工作的時候 從殷家上摔下來 然後就在家裡休養 然後過年的時候 在過年期間 不曉得因為怎麼樣原因 然後就是在睡夢中過世 然後現在就是生媽媽 那媽媽就是要獨立培養三個小孩 那其中哥哥是國中 那另外在我們學校的是五年級的哥哥跟二年級的妹妹 那因為媽媽平常就是打零工 所以在維持家裡的生計 那現在其實原住民低收入戶這一家 也是蠻需要社會上所有資源在援助 兩個家庭急需社會的幫忙 藉由鳳凰獅子會在前會長袁秀軍、徐立林及何俗平的號召下 短短幾天內大家小額捐款 總計募集到七萬多元 立即送到學校 在二月份的時候 我們接獲篤南國小連斯文老師 我們獅子會有提到說 學校有兩個需要幫忙的家庭 那連斯文老師也是我們鳳凰的師姐 然後就由袁秀軍前會長 來率先在我們鳳凰獅子會裡面捐款 因為這兩個家庭 他一個是原住民的父親 他是經濟的支柱 然後另外一個是雙胞胎的兄弟 他的母親 他們兄弟親眼目睹 母親受傷身亡 這兩個家庭瞬間失去了經濟支柱 所以說鳳凰獅子會率先 由我們會內先發動捐款 然後募集了七萬多元 然後我們希望透過這種 拋磚引力的一個精神 希望社會大眾能夠伸出援手 因為小朋友除了在學校的 課業的一個費用 還有他們三餐 我希望都需要我們社會大眾 能夠伸出援手來協助他們 因為他們心裡有受到一些創傷 也需要一些課後的輔導 這些三星人士的善款 有一些部分的錢 我們會留在學校裡面的愛心專戶 作為他們的學期註冊 部門費或是課後招募等等之類的費用 那一部分我們會像專款的 例如說是請按救助之類的東西 就會給家庭用 另外一些三星人士 有指定給他們學期用的 我們就留在愛心專戶裡面作為實用 校方強調 感謝各界和鳳凰市指揮的善款 將會專款專用 校方正積極尋求社會資源 幫助兩個家庭度過難關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